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春老師 今天是1月22號禮拜一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市呢 我們會發現到還是繼續漲 那今天指數呢 再創這個波段的新高 我們再會看一下 目前指數漲了差不多48點 來到11199快11200點了 那如果說從指數來看 指數還是創新高 可是呢最近這幾天的盤勢呢 有一個現象 投資朋友可能會覺得蠻煩惱 就是奇怪怎麼搞的 指數看起來每天都在漲 每天都在漲 但問題是呢 每次都會發現什麼一個現象 就是下跌的加速啊 他都會比什麼 上漲的加速還要來得多 那也就是說 如果這個盤你今天買錯股票 或者是你的股票買了不動的話 往往很容易賺了指數 卻賠了價差 所以呢 到底這個盤 我們現在該怎麼去做 什麼叫做對的股票 那什麼叫做不對的股票 那到底台北股市 未來這一個多禮拜 未來的走勢呢 該怎麼去做研判 我們直接來做說明 其實這個台股的走勢呢 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就有跟大家做過說明了 我覺得到了這個禮拜 越到後半週的時候呢 可能月線的位置區呢 這地方可能要稍微多加留意 為什麼這麼講 我記得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我跟他說台北股市 我覺得這禮拜啊 因為該會開始偏向一個 比較屬於那種高檔震盪的一個盤局 那原因到底在哪裡 這是禮拜五的圖 因為禮拜五的時候呢 月線的位置在這裡 那今天月線位置在這裡嘛 那到了明禮拜二禮拜三開始 月線的成本會上移 所以我說這種高檔區間震盪的盤局 因為到了這個禮拜後半週之後 你要預防說 台北股市的月線上來之後 會不會在那個月底 一月底的時候呢 反而有破月線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仔細來看 目前月線的位置在這裡 禮拜一嘛 禮拜二禮拜三 現在月線在這裡 所以月線還很遠 但是當台北股市越漲的時候 它的乖離率會越來越大 當乖離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要預防說 你會不會有最高的疑慮 那當然這樣子講 可能投資人會想說 指數就一直漲啊 那到底這個盤呢 會真的有那種區間震盪 然後呢 後面反而到月底的時候呢 反而台北股市有破月線的風險嗎 好 各位我們仔細來看 台北股市知道什麼東西來稱 還是台積電有沒有 是不是還是台積電 台積電一檔個股 以今天的走勢來看 目前漲的差不多4塊半 也就是說台積電今天的漲 它的上漲啊 將近佔了大盤 差不多40點以上的空間 近期都這樣啊 台積電一檔股票 就佔了大盤 將近9成以上的空間 但是呢 如果說你把台積電 現在漲5塊 那現在漲48點 把這個台積電的漲幅去掉的話 其實指數幾乎沒有什麼動 但問題是以台積電的走勢來看 注意看 禮拜五的時候呢 台積電也是創高 但是這ADR 台積電ADR 你會發現到 當台積電ADR創高之後呢 它在上個禮拜五 已經流出了一個很長的上影線 它原本漲一塊 到收盤將近只漲0.1元左右 所以呢台積電在美國的ADR 已經開始有乖離過大 有修正乖離的現象 所以呢 如果說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 當ADR已經開始修正乖離了 那你台積電如果說 在最近這幾天 也開始有流上影線 也修正乖離的話 那以台北股市來看的話 幾乎靠台積電的指數在撐 那你台積電不撐的時候呢 指數震盪是在所難免 這就是我跟你說的 台北股市後面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開始有區間 高檔區間修正乖離的走勢 好 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重點在哪裡 以台北股市來看 美股影響台股最重的 應該在廢城半導體 那廢城半導體裡面呢 又以美光的走勢呢 它是指標 好 那各位來仔細看 禮拜五的時候呢 美光的走勢跌了快3% 跌了快3% 到現在為止 美光這波的走勢 它根本沒有上去 所以如果說美光在這兩天 它又在跌的話 那各位 這地方美光呢就會開始什麼 反彈結束 反而美光還有壓回的風險在 那如果說 當美光有壓回的風險的話 那影響到台北股市 相關的半導體的個股 那都是權重最重的股票 比方說2344的華邦電 這裡這裡 比方說2337的望虹 這類型的個股呢 如果說也都受到影響 那你台積電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要預防什麼 美光在跌的時候呢 台北股市的指數 反而這地方 會有見高點的風險 OK 所以這禮拜的走勢呢 又要留意 這地方要留意高低位階的區分 那什麼叫做高低位階的區分 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去買進的話 你要避開什麼 那個已經漲很多的股票 那些漲很多的股票 它有風險性在 等一下我會舉例 但是你要先去掌握什麼 能不能你先大盤先打底 而且不受指數的影響 反而這類型的個股呢 它只要不需要太大的量 它就有機會上攻 舉個例子來說 像當時上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建議大家 你去留意一下網絡 這類型呢 是屬於那種遊戲的概念個股 比方說像今天呢 我們找盤的時候 9點一開盤 我們建議我們的新位員 去買6169 同樣也是遊戲概念個股的育權 429到43附近去買 那各位你會發現到 這類型的個股 當它從低檔一起來的時候 它反而就開始出現大漲 有沒有 是不是出現大漲 所以呢反而你去掌握這種 在低檔的位置區 什麼叫低檔位置區 沒有漲過 而且呢股價經過打底形態 完成的股票 這地方一出量一開始起漲 它反而會有波段的機會 OK 很清楚了 好那各位 可是什麼樣的個股不要碰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比方說以今天來有一些 那種漲多的股票 比方說藥華 你有沒有發現到 肩股價反而破月線 比方說3665的什麼 貿連 這一類型的個股 如果說你把圖形縮小來看 這一波的走勢連 彈都彈不上去 因為它的頭部已經開始出來了 有沒有 就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說 像2439的美率 這一類型的個股頭部出來之後 到現在為止 彈都彈不上去 那關於這一類型比較高位階的個股呢 我們在我們的臉書 或者是呢 在我們的那個Line Edge裡面 我們都有跟大家提示 所以你要去掌握盤面上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是高位階 那什麼樣的個股是比較低位階 或者是呢 能夠讓你在低檔印買完之後 像今天的6169的育權 今天整個股價就開始往上攻 而且是從低檔要往上揚的 各位 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 盤中的訊息 我們都會跟大家講說明 都會跟大家做說明 所以呢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去掌握 這個排面裡面 高低位階之分 或者是呢 最近所有的操作裡面 你會發現到怎麼搞的 賺了指數又賠了價差 更何況我剛有跟大家說過 台積電ADR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在美國的ADR 是留了很長的上影線 那如果說當美光的走勢 再跌的時候 一定會拖累台股 所以呢 反而台北股在這個禮拜的走勢 就如同我們跟大家說的 你要預防去追在高點 預防追在高點 那如果說你要去掌握低位階的股票 要避開高位階的個股 掌握不到的 歡迎你加入我們Line Edge的族群 或者是呢 搜尋我們的臉書 到時候呢 我們都有很詳細的內容 跟大家做分析 那如果說你今天資金不夠大的話 我有跟大家說過 留意一下全證的操作 全證它掌握的是個股的波動度 但是全證不能隨便去亂追 所以我是建議啊 上個禮拜五開始 我們建議各位 全證你先低檔佈局 你買的越低 你的倍數後面就會越大 所以呢 有一些低檔的全證 準備發動的全證 而且在低檔有人出量 有人開始偷吃的一些 全證的個股呢 反而這些全證要預防後面呢 一開始發動的時候 後面最起碼 有3到5成以上的空間 那這是屬於比較屬於那種 小資金的投資朋友 你可以去掌握 下一檔 有機會上看前高的一個全證 所以呢 如果對於這樣的盤 個股的操作不是那麼的理想 老師賺了指數賠了價差的 那我們很歡迎各位 去掌握高低位階之分 那當然如果說高低位階 你分不出來 你說老師 我不太了解我手上的個股 現在是屬於高位階 還是屬於低位階的 好沒有關係 待會你可以打電話進來 然後呢 我們會有專人來跟你去解說 你手上持股的狀況 那如果說你今天資金 已經不夠多的 然後呢你又想要去做一些 反敗為勝的機會的話 那我建議這幾天 全證要動了 這幾天全證要動了 所以呢 你先去掌握低點 你後面的倍數 才會比較大 那掌握不到全證的呢 很歡迎各位 來加入我們體驗的行列 好不好 那如果說對於整個行情 或者是個股盤中的一個操作 不是很理想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很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財源廣進的 Light Edge的帳號 盤中即時 為你分析解盤 謝謝各位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全盛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雙方 中文字幕 brains